大家好,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019年在瑞士进行的田径比赛 男者114米男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谢文俊 谢文俊也是该项目继非人流降后中国又一位崛起的新非人 今天谢文俊处在第四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谢文俊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处在第三跑道 来自巴巴多斯的肖恩 和处在第五跑道来自南非的安东尼奥 比赛开始后谢文俊起跑并不理想只排在第五的位置 而安东尼奥起跑会更加好一些属在领先的行列中 夏文的起跑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属在第一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我国的谢文俊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哥能能力 和非常顺畅的篮节奏在奋力驱赶前面的选手 夏文和安东尼奥也在加紧步伐冲刺 只见我国的谢文俊很快就实现了逆转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只见谢文俊继续在加速冲刺 最终谢文俊以13秒45的成绩逆转夺冠 夏文以13秒54的成绩获得压均 安东尼奥以13秒58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伯恩长安比赛的分数是逆风0.9米每秒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员想要跑出好成绩也是非常难的 而且谢文俊这13秒45的成绩也是在市井赛的达标范围以内 也展现出谢文俊比较稳定的参赛状态 从其跑步好只排在第五的位置 再大化成利用自己的超强哥能能力和非常好的篮节节奏 在逆风的情况下奋力连超四轮逆转夺冠 只能说我国的谢文俊真是好样的